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资讯Branch 带您关心在香港方面消息 在校的学生或者是想要留学的朋友要注意了 因为最新的一份全球大学排名是出炉了 排名就显示说部分香港的大学排名都下跌了 其中有香港最高学府支撑的香港大学 排名也是急跌了8位降至了第43位 被东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是远远抛离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的最新排名显示 加州理工学院哈佛级牛津大学位列全球三甲 在亚洲区大学当中排名最高的是东京大学排行23位 其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26位 至于香港大学就以排名43位位列区内第三 不过港大的排名比去年急跌了8位 在所有评分细项中得分都下跌 其中以教育范畴下跌最多近17分 那其实除了香港大学之外 香港其他大学的排名也有所下降 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来联系我们的记者扎俊来了解一下 扎俊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调查就显示说 香港大学排名都有下错 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扎俊 扎俊你好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相信在不少森森学子的眼中 香港大学一定是他们心中的最高学富 可以了解到香港大学曾经是雄距于亚洲的排名第一 那目前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 那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这个在这个排名当中呢 这个全球排名是排到第一位的是美国的这个加州理工大学 排到第二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 而第三位的是牛津大学 那香港大学也是从原先在早前的排名35名到目前是跌了8名 再排名到了这个43名 那有这个负责排行榜的这个编辑啊 Phil Beatty就讲到呢 那其实香港大学在各方面的排名呢 其实它的教学成果和研究成果呢 其实是保持原地不动的 原因是在于它为什么会下降呢 是因为东京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成果 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那因此呢 香港大学的排名就好像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那我们看到哈 你就在这个香港大学现场 那为我们介绍一下学生们 包括一些教授们 他们怎么是看这些排名下降的原因的 嗯 好了 目前了解到了这个学者和教授们认为啊 这个香港大学目前是招收了过多的 这个内地学生啊 某一个科目可以是说是无限制的招了过多的内地学生 而影响到了香港大学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排名 那因此呢 这些学者和学生也是倡导 希望香港大学能够广招啊 这个来自欧美的学生 以提高香港大学在国际上的程度 国际化的程度 那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看到啊 有这个其他的学者 有这个博斥 认为呢 香港大学应该啊 高薪啊 来这个留住 这些具有国际级研究成果的学者 以提高香港大学在教学上的各方面的制度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呢 看待一个来平定一个大学的好与坏 不能只看待他这样的一个排名 也应该从大学的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去考虑 好 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我在香港大学为您发挥的报道 现场先交换给支持人 好 非常感谢家俊 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好 好